第十六届海峡论坛大会15号在厦门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王沪宁表示 今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绵长扶植 围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 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发表重要讲话 为两岸关系发展 台海和平稳定 指明了前进方向 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安宁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重回正确道路 王沪宁表示 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强大的能力 粉碎任何台独分裂图谋 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 是两岸同胞的主流民意 我们欢迎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合作 融合发展中来 参与到民族复兴进程中来 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共享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伟大荣光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在致辞中表示 中国国民党一直在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推动两岸交流合作 和平双赢 这些理念从未改变 两岸人民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都是中国人 因共同面对各种挑战 为子孙后代开创一个属于中华民族的和平盛世 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 大会开始前 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苏辉等参加 14号下午 王沪宁还在厦门同获得公亲赋等系统荣誉的台胞代表进行座谈交流